作词曲 李宗盛 尊敬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叫宋平 很高兴跟大家能够在一起聊一聊中国文化的故事 我是一名皮肤科医生 那么和大家平时经常接触的皮肤科医生不同的是 我是采用中医的方法去治疗各种皮肤的问题 那么在我的大学的本科硕士博士都是学的中医学 那么在工作岗位上 我们是要采用中国传统的这种医学方法 去解除患者皮肤病上的这种病痛 那么说到中医大家可能会觉得很陌生 中医它是我们中国古代的老祖先 他在这个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当中 他们总结出来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治疗 这个人体疾病的一些办法 和很多的这个传统医学不同之处 是中医学它有它自己的哲学内涵 有它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 然后在几千年的文化当中 它在不断的孕育 不断的发展 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套体系 所以直到现在 中医学在中国仍然在不断的发展 护佑着中华人民的这种健康 中医药它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 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那么也就是说呢 中医药学它是中国古代文化科学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如果我们想去了解中华文明 几千年的这种文明史 了解中国几千年的这种文化的话 我们可以用中医药学去打开这个宝库 来去窥探中华文明 中华古代的这个宝库 它当中的这些宝藏 进入2020年以来呢 在全球新冠肺炎的疫情呢 这个牵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在中国在这次新冠肺炎的疫情当中呢 中医药全程参与 深度介入了疫情的防控 中国武汉疫情爆发了以后呢 我们中国中医科学院呢 在第一时间就派出了国家中医的医疗队 深入到了武汉的第一线 去和西医的这些战友同道们 我们一起去抗击疫情 我们呢独立的整建制的接管了 当时的这个暴风眼金银潭医院的一个病区 采用中医和西医病用的这样的方法 去救治患者 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那么在所有的患者当中呢 重症 微重症的患者呢 是占了绝大多数 我们在这个表上可以看到 重症的患者占到了124例 微重症的患者是26例 而普通的患者呢只有8例 经过中医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去治疗呢 我们累计的这个出院率可以达到88.6% 那么和单纯的使用西药相比呢 那么采用这种中医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去治疗呢 那么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那么在这个表上我们可以看到 百分之88.6%的出院患者当中呢 单纯采用中药的治疗就达到了88例 而中医和西医病用的方法呢 是42例 而纯西医药的方法去治疗呢 只有10例 所以呢 这个图表上我们可以看到啊 中医药在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当中 是发挥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有很多当初不信任中医 不愿意用中药的患者呢 在他们尝试了用中药之后 发现在用了中药 很快他们的这种咳嗽的现象就会得到改善 发热的这个症状就可以得到缓解 他们这种身体不舒服 胸痛的这种现象就得到了缓解 所以他们就从不相信中医的这个人呢 变成了中医的粉丝 那么在前方救治的同时呢 我们在后方也在积极地总结 经验研究中医药在新冠肺炎的救治当中 它的发挥的作用的这些把点 所以呢 又用我们后方的这种研究的这些成果 去支持前方的抗疫 所以我们这次在新冠肺炎的疫情当中呢 中医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让我们去大幅度的降低了患者的死亡率 减少了患者的这种转重的这些情况 所以呢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当中就说到 在此次新冠肺炎的疫情当中 坚持中心医结合 中心药病用 发挥中医药治胃病 辩证失质 多把点干预的这种独特的优势 中医药它全程参与深度介入疫情防控 那么可见呢在重大的感染性的疾病当中 中医药是可以发挥作用的 那么也得到了全世界民众的认可 那么实际上呢中医药它不仅仅是在这次肺炎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近些年中医热它早就在国际上悄然兴起 在里约奥运会上呢 有一个画面非常动人 吸引了全世界人的眼球 那么这就是飞于菲尔普斯身上的这种火灌的印记 一个外国人他能够采用这个中医的这种方法 拔火灌的方法来缓解这种疼痛 来这个增加他的这种运动能力 那么是让很多人打出意外的 拔灌的方法呢 是中医学非常常用的一种治疗办法 它对于这种经络组织的引起来的这种疼痛 它有很好的效果 那么我们中医经常说哈 这个外有皮部内有脏腹中有经络 也就是说呢 人的这个经络它向外连着人的这个皮肤 向内连着人的这种脏腹 那么当经络不通畅的时候 就会出现不通则痛的这种现象 那么这个时候只要去疏通这个经络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疏通经络 这个疼痛就可以得到缓解 正是因为经络它在外面是连接着皮部 连接着皮肤 所以呢 通过拔灌的方法呢 就可以改善皮肤的这种循环 那么进而呢 可以疏通经络 起到一个止痛的作用 所以当剧烈的运动的时候呢 我们很多人会感觉到这种肌肉的酸痛 无力 这个时候用拔灌的方法呢 就可以起到一个缓解止痛的作用 说到拔灌呢 在这儿我还特别想给大家介绍一种 和拔灌很相似的一种中医的治疗办法 那么这个就叫做刮痧 在很多年前呢 有一部电影 讲了一个刮痧的故事 一个中国的孩子 他在国外生活 然后当他感冒了以后呢 他的家人呢 就采用刮痧的方法给他治疗 所谓刮痧的方法呢 就是要用一些坚硬的 比如说硬币啊 瓷片啊 或者是我们现在常用的刮痧板 要顺着沿着一定的筋络 要去这种反复的这种去刮 那么刮的时候呢 它会出现这种初血点 中医学认为呢 随着这种初血点出现 我们把这种叫做沙 随着沙的出现 人体内的这种毒素 然后受的这种风寒的 这样的这些外在的因素 就会随着这种初血点的出现 会消散 所以呢 中医学它经常会 它会采用这种刮痧的方法 去起到一个驱邪的作用 那么这个在这个电影当中的 这个小朋友 当他感冒了以后 当他受了风寒之后呢 他的家里人 就给他用了刮痧的方法 可是呢 外国人并不知道 这是一个中国古老的治疗方法 当这个小孩子 他带着一后背的这种初血点 来到学校 这个被老师看到的时候 大家都惊呆了 都吓坏了 认为这个孩子啊 他在家里受到了虐待 受到了家里人的这种欺负 所以呢 老师就去报警了 报警以后呢 把孩子的家人就给拘禁了 不让这个家里人呢 再去照顾这个孩子了 实际上这样的方法 在中国 在民间是广泛应用的 过去人受了风寒 感冒了之后呢 恐怕他不会去吃感冒冲击 不会去吃这些素孝的感冒药 而是采用刮沙的方法 在这个背上去用这个硬的硬币 或者是去瓷片去刮出皮肤上的这种初血点 这个时候随着初血点出来以后 他的这个体内的毒素就会排出体外了 如果这样的方法能够被更多的人去理解 去接受的话 那么我想我们就不会出现电影当中出现的这样的这种误会了 那么在我们海外文化中心也举办了很多的中医的讲座 几乎可以说呢是常常的爆满 有很多来自全世界各国的这些朋友们和我们一起去点案穴位 和我们一起去探究中医药它是怎么样去治病的 那么把这些小方法小技巧小绝招 学会来以后呢自己应用又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 不光是在国外 更多的呢中医药它是在国内 我们说呢在中国中医药 它和其他国家的这个传统医学不同 在中国中医药它仍然是医学的主流部分 那么在这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所在的中国中医科学院 那么大家想到的中医生 想到的中医生他的这个所在的医院 往往都是一个小门诊一个小门脸 而在中国呢不是这样的 中国中医科学院呢它是我们中医界的国家队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座座的这个大楼 都是我们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地方 我们在这个现代化的设施当中 在这个大楼当中我们给患者去诊病 我们去开展科学研究 我们去做中医药知识的研究传播和普及 那么我们一共有17个研究所 我们有6000多名职工 我们其中有6家的医疗机构 我们还有一个研究生院培养硕士博士 我们还有三家分院分布在这个全中国的各个地方 同时呢我们还有一家出版社和18本的中医杂志 我们的科学研究已经不仅仅限于这个小手工作坊的这种研究了 我们也有很多先进的设备 我们也有这个和国际顶尖的这些科研机构搞了强强的联合 我们把用这些先进的技术 现代的这些设备用来去研究中医药 看看它的有效的作用机制是在哪 看看它是为什么发挥作用 我们也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绩 刚才通过我的介绍呢 我想大家一定哦 传统医学 它是主流医学的一种 它是有它的科学内涵的 它是深受广大老百姓的欢迎的 它是在中国作为主流医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的 那么我想呢 大家一定对中医呢充满了兴趣 接下来呢 我想给大家呢 介绍几个我们中医的小故事